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,4月份人口将超过中国,达到14.25亿元的印度,除了人多,贫民互多之外,似乎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。 其实印度不仅能制造汽车,国内汽车销售增长11.1%,分数也已超越中国,同时还出口汽车。 4月17日,印度经济时报披露了,印度汽车制造商协会在用发布的2020年,至2023产年,印度汽车出口的最新数据。 在这一台年,印度的汽车出口了91.2万辆,增长了24.5%,逼近百万辆达轨。 这一数字与我们2022年比较接近,比我们仅落后10年左右。 出口企业方面,麻木地零木印度22-23产年,在乘车领域的出口量领先,紧随其后的是现代汽车印度和企业印度。 近年来,欧美产业链和供应链往东南亚、印度、欧美附近转移,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生产链转移到印度,欧美竟向拉拢印度融入其供应链。 印度汽车随着这只苏醒了的大小,虽处于起步阶段,但的确后生可畏。